巧克力嫩芝士蛋糕嫩到什么程度呢 它可以做到入口计划 然后最优秀的点还是在于它浓郁的巧克力风味 做法又简单 谁能不爱呢 这个系列真的是我们交给大家最简单的款了 跟巴斯克做法可以说是一样 就搅一搅能成功 十般女低 绝对的好操作 你就放心交作业吧 夏天了 奶酪软化起来非常快 也缩短了我们制作时长 奶油奶酪210克 糖粉48克 可可粉6克 糖粉是可以化成西辣糖的 只是说需要搅拌至西辣糖完全融化 如果说有均质机 奶酪软化的步骤也可以省略 就把所有的材料加入后一起搅打均匀 用时估计不到两分钟吧 所以说这款蛋糕简单 65%的黑桥50克 隔温水融化 这个量来说水温不需要太高 温度太高容易导致巧克力反沙 质地不顺滑 这里我还要分享一个这款蛋糕的多重吃法 你可以给它添加到面团里去做人巧克力面包 巧克力吐司风味是很好的 或者是格局打开一点 把它包到紧水面包里 司康面团里去烘烤 也可以直接做面包 或者是蛋糕的夹心装饰 都是能给甜品提升一个档次的 给它用在面团里 是有一次我做多了 实在是吃不完 正好是要做巧克力面包 就给它直接扔进去打面了 然后口感出奇的好 真的这个算是给大家提供一个灵感 你可以去尽情发挥的 一起拌匀后加入蛋奶油74克 一个鸡蛋量 全蛋液是58克 鸡蛋它有大有小 这个配方来说我们试过大号鸡蛋 蛋液是62克 小号鸡蛋蛋液是48克 都能做成功 所以你用一个鸡蛋的量即可 成品的话我们都帮大家测试过了 模具的尺寸也给到你 单个孔的底巾是3.5厘米 高度是2.2厘米 挤入模具9到10分满都可以 这个我们是特意做的小小个 一口一个吃起来就特别过瘾 用大一点的模具也是可以的 只是说烘烤时间温度需要调整一下 根据你的烤箱来定 为了追求楞 这里用的水浴法进行烘烤 这个是必须要的 今天用的烤箱是长地猫小一扑落 上下火155度烘烤18分钟 出炉后不要着急吃 等待它冷却 送去冷藏一个小时左右 就可以脱膜品尝了 细腻顺滑入口即化 巧克力风味浓郁 真的是优点特别多 楞芝士蛋糕的口味 目前是有出了抹茶和巧克力 后续还会有新口味的 当然大家也可以做口味推荐 米推荐 然后我去进行测试 最后咱们就得到一款好吃的蛋糕 对吧 点击我的头像 主要有很多食用的烘焙教程 带带你打卡哦 这款网红蛋糕做法超简单 就是用新鲜草莓搭配巧克力熔盐 浓郁丝滑入口即化 这应该算是我做过的最简单的草莓蛋糕教程了 准备一些新鲜草莓 先挑一点好看的对半切开 用来贴在模具的边缘 剩下的把底部切平整 我这个模具的尺寸是11厘米 高5厘米 做出来的整体效果还不错 就草莓和巧克力熔盐各占一半 家里没有模具的直接用碗装也行 我还见过有同学用香蕉打底 味道也是出奇的好 可能因为这个巧克力熔盐太百搭了 重点啊 草莓一定要堆满 最好是卡紧一点 这样你导入巧克力熔盐的时候 草莓就不会漂浮起来 再准备两个蛋黄 重量是30克 淡奶油216克 细砂糖35克 一起拌匀 这里还需要一个加热的步骤 这一部分如果你用的不是无菌蛋 建议加热至80度 主要是给蛋黄做一个杀菌 温度千万别太高 不然你会得到一份蛋花糖 使用无菌蛋的同学 这里加热至50度左右是足够了 主要是用来融化黑巧的 黑巧的用量是150克 我用的是65%的黑巧 做出来的整体口感 好几个姐妹反馈 甜度是正好的 就这么一份冰箱熔盐 外卖一小块最低38起 你在家自己做真的是吃过瘾 模具已经提前剖好油脂 方便巧克力凝固后脱模 冷藏至完全零固就可以开吃了 我这次买的这个草莓品质一般 单吃特别的酸 然后用这个巧克力熔盐混合着一起吃 还挺好的 没试过的可以去试试 如果说你觉得弄这个草莓太麻烦 直接做巧克力熔盐的部分 真的味道不要太绝 冬天你不考虑来个草莓蛋糕吗 这个火了三年的巧克力草莓蛋糕 真的是每年必须打卡 主要是它的做法简单 出单快 巧克力风味浓郁 你别把这个蛋糕想得很难 很难的蛋糕 我就会直接告诉你有难度 我们就是这么一直埋头梗直的做教程 也不知道你喜不喜欢这种详细的制作过程 这些教程对比就不做了 一些细节和重点都会进行讲解 我们来边做边聊 低筋面粉50克 可可粉12克 可可粉会比较容易结块 我们过筛一下 用烫面法来进行这个蛋糕的制作 你就会得到更为稳定和细腻的蛋糕 这个玉米油36克 我是微波加热了一分钟 具体温度的话80度左右都可以 就因为用的是烫面法 面粉被烫过进行糊化 是不容易起面筋的 就算你多搅拌一会儿也是没关系的 牛奶55克和52克蛋黄同时加入 然后就是快速拌匀 考虑到面粉的吸水性不同 你需要确保最后的蛋糕糊状态是流畅的低落状 如果说偏干 是可以加少许牛奶进行调整的 100克蛋清理加入46克西辣糖 这里是三个大号鸡蛋的量 因为很多同学问鸡蛋是多少个 这里我也给备注赏 先用打蛋器高速打发至蛋清表面出现纹路 再转低速整理蛋清理 因为高速打发引起的各种大小不均匀气泡 这样你就会得到更为细腻的蛋白霜 戚风它对蛋白霜的要求也不算是很高 你这里蛋白霜打发在稍微偏硬或者是偏软一点点 问题都不大可以多转动几圈打蛋器查看它的状态 奇迹打蛋头是这种有一点下垂弯度的鸡尾状 取一小部分鸡与蛋黄糊的部分拌匀 再全部倒回蛋白霜里 这个蛋糕其实你给它做成抹茶味或者是斑南味也是很搭配的 整体的换算还是稍微有一点区别 可可粉呢它一般添加量是最多的 抹茶粉的话你可以用10克左右就行了 今天我就没有蛋抽了 用刮刀也是一样的 可能有些同学会更习惯用刮刀 这一步你只需要记住 快速拌匀 有一些极快的地方就给它拨散 最后拌好的蛋糕面糊状态是能堆叠起来的 并且光泽度好 我给你的配方是可以做三个四寸戚风 一个六寸戚风 如果你是做四寸的 每一份就导入模具八分满 烤箱已经提前预热 今天用的是艾瑞斯一五烤箱 上下火150度烘烤了40分钟 这种戚风蛋糕出炉之后 你需要快速的给它震一下热气 然后马上倒扣 巧克力干辣许的做法也是很简单的 70个黑巧加106克淡奶油 隔热水软化 冬天你那里室温低的话 这个水温可以稍微高一点 我用的是65%左右的黑巧 没加糖 其实售卖的话 我是建议你这个配方里面加10克左右的糖粉 口感会更适合大众一些 关于蛋糕配 其实我还有试过用15克可可粉 整个蛋糕它就会有一点点偏苦的巧克力醇香 给你的配方是10爱克 这个味道会更均衡一点 加新的草莓可以对半切开 也可以放整个的 这个呢你根据你的成本预算来 现在草莓还挺贵的 买得肉疼呢 这个配方如果在不消耗的情况下 是可以切出来三块的 但是每一片的厚度 建议你保持在1.8厘米左右会比较好 做出来的蛋糕呢 它会比较好看 在这个厚度下 你就只能切出来两天是可以用的 300克蛋奶油里加入15克西辣糖 打至8分发 组装之前 我们可以在蛋糕底拖上抹一点奶油 用来固定 放上一片蛋糕后 中间再来一颗草莓 四周呢挤上4到5坨奶油 用的是8尺中号花嘴 叠好草莓后还需要在缝隙和顶部堆一些奶油 再放上另一片蛋糕胚 这片蛋糕胚重点啊 一定要是用它的底部 那一面是最平整的 泥面的这个问题啊 冬天真的是很难 室温低的情况下 这个泥面它会很快就没有流动性了 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你操作快一点 趁着它凝固之前赶紧抹平 也先不用管它四周滴落的情况如何了 可以后面再补 而且每一次用完 你准备组装下一个 建议你是给这个巧克力干辣水用热水泡着 以保证这个泥面它是流动性非常好的 顶部再来一颗草莓 我这个草莓不是很大颗 我就在它周围补了一圈奶油 当然这个装饰你是可以随意发挥的 打包的话我们一般用的是这种四寸透明盒子 有个小提手还挺方便的 我就先吃一块 满足一下对草莓蛋糕的喜爱 巧克力味非常浓郁 一点都不甜你 再搭配上草莓的清香 整体还是非常好吃的 点击我的头像 主要有很多食用的烘焙教程都在你打卡哦 这个神仙甜品真的是入口丝滑浓郁 巧克力奶冻加生巧的组合太绝了 冰冰凉凉非常适合夏天 关键是做法还简单 全程搅拌搅拌你就能做成功 我又带着巧克力来了 哈哈巧克力好吧原谅我的口音 实在听不下去的可以看字幕的 每个视频我都有很认真的配字幕哦 牛奶吸炸糖先加热 喜欢巧克力的纯苦 这个糖的部分也是可以去掉的 加热至边缘冒泡泡的状态 导入巧克力拌匀 重点就是这个液体的部分一定不能温度太高 温度太高会导致它们水油分离 几粒丁片夏天要用冰水泡软 不然温温太高 泡着泡着你的几粒丁片就消失了 大致拌匀就可以加入常温的淡奶油 搅拌后会有一些巧克力渣 建议的话过筛两遍即可 这个配方量是可以装6个100毫升左右的杯子 送入冷藏4个小时等待它们凝固 等奶冻凝固之后就可以做生巧的部分 生巧的做法也是很简单的 就是加热 也是温度不能太高 50度左右 其实每个巧克力都有对应的调温温度 我们家庭制作的话就不那么讲究了 淡奶油也是加热至边缘冒小泡泡的状态 就导入巧克力和黄油 搅拌均匀后生巧就完成了 这个我用的是39.5%的纯质黑巧 口感上来说不会特别的偏苦 生巧在有一点热度的时候导入杯子 这样表面才容易摊平整 这款生巧做好后非常的软嫩 凝固性会差一点点 但是入口即化 继续送入冰箱冷藏 等待生巧凝固 当天吃不完一定要记得盖上盖子啊 防止放在冰箱里面穿胃 如果是售卖的话 最好生冷藏的过程中就要加盖好盖子 点击我的头像 主页有很多实用的烘焙教程 等待您打卡哦 这种状态也得悄悄的 一份重独的浏卖 并且在冰箱里面穿过来